朱衛山,袁傑宜,鄧英敏和羅蘭等 星期三就到觀塘出席一個工作室的開幕禮 很久都沒有葡萄的朱衛山 前年就以八千多萬賣出淺水灣的豪宅 竟賺半億 難怪可以養尊儲優 51歲的朱衛山說都未知 何時才接工作 因為都很享受現在的生活 而就算有工作都會以主持為主 不過就要先看下節目的內容 有沒有興趣做KOL呢? 第一,有點彈彈 因為你經常拍片都要化妝 還有我又不想 我又不喜歡亂去拍的東西 我都很想我真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或者跟大家分享 我才會去拍 朱衛山未必想拍片 不過反而想寫書 我還有兩隻狗 有一隻都是年紀大的狗 和很多病 我其實曾經想過 我真的可以出一本書 教來怎樣去 take care 一隻狗 有病的狗 因為什麼病都齊了 至於同場的袁傑怡就說 婚後在廣州生活 之前在內地拍了兩套TVB的劇 因為疫情三年多就沒有回香港 回港之後見到舊朋友很開心 自己也不抗拒留港拍劇 香港內地兩邊走 最重要是有丈夫的支持 他沒有所謂的 我們包容性是很強的 畢竟他又明白 父母也在這邊 其實我每次回來開工 都可以順便和父母喝茶